請部長一下 楊部長請 蔡委員長,蔡委員長,你好 蔡委員長,你好 巴拉馬,巴拉馬這個主流報紙新聞報 他說我們贈送巴拉馬的這一部飛機 並不是要急難救助跟救災使用 並不是要公務使用 它裡面飛機的設計 幾乎是為了馬丁內尼總統量身訂造 裡面還有豪華的個人選材 還有大型的餐桌 還有高級的這些皮椅 這個根本不是救災飛機 它根本就是一個空軍一號 所以人家主流報紙 反映了名義 批評說台灣到今天 還在搞支票外交 外交不應該對委員會有所說明 謝謝委員 我也今天看到媒體報導 了解這個事情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跟巴拉馬之間的各項合作計畫 都是事先雙方共同擬定的 他們當初向我們提出這個部分要求的時候 確實是以有關急難救助救災 以及這個邊界黃度 現在被人家踢爆啦 現在人家踢爆啦 我們利用金錢外交 還在搞金錢外交 收買馬丁內尼總統 然後送他空軍一號 讓他享受之用 而不是用救災之名 買空軍一號之死 現在被踢爆啦 這個是醜聞啊 財法之間的國際醜聞啊 這個是我們贈送以後 贈送以後 點交 而且列至他財產登記之後 有關他們的使用情形 是不是符合當初 向我們提出要求的這一部分 我們實在是 事後沒有辦法去求證 因為飛機在他手上面 那不是說不搞金錢外交了嗎 馬丁九總統上來說 兩岸外交修兵 我們已經不搞金錢外交了嗎 現在怎麼還弄出一個 跟巴拿馬之間的外交醜聞呢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確實很嚴謹喔 當初同意這一部分的援助計畫呢 是目的要正當 而且他確實提出的理由 是相當正當的 他的機隊啊 確實很老舊 常常發生事情 部長錯啦 人家還踢爆 這一架飛機啊 我們跟他們簽約所 贈送的金錢 是四千萬美金 結果 造價只有兩千八百萬美金 我們甚至有幫助 巴拿馬總統啊 收起回扣的嫌疑 價差有一千兩百萬美金 這裡面隱隱重重啊 外交部不是說不搞金錢外交了嗎 對 不是外交秀兵了嗎 結果你看 我們還持續的 那你們上台之後 講一套做一套啊 還不是這樣子搞 這個是國際的外交醜聞 這個已經在巴拿馬 變成一個政治風暴 而且這個醜聞的男主角 就是台灣 就是馬英九總統 七月一號跟巴拿馬 馬丁內尼總統所承諾的 結果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國際醜聞 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的成立啊 是早就雙邊在共同討論合作計畫 各項計畫裡面的一部分啊 不是馬總統去的時候才確定的 這是第一點跟你們報告 第二點呢 我們執行的時候啊 他提出了要求我們審查的結果 確實符合我們的原則 至於執行之後的情形 事實上是不是我們能夠 一一每一件事情都去給他 盯得很緊的這個結果 我們要買的是15人的 加拿大製的 貝歐四一號型的直升機 現在變成巴西製造的 空軍一號的 蛤華型的客機 這個是完全跟你的 旨意相違背嘛 所以這個裡面啊 充滿人為上的 人為上的疏失 或者是人為上配合的 貪讀國際醜聞事件 公委員報告 您提的直升機這一部分 我的了解是 兩年多前 2006年的時候 我們確實贈送一架 備有的直升機給他 也是作為這個救災 3D救災需要 我們給他的金額是4000萬美金 對不對 我們贈送的是4000萬美金吧 我們原贈的是4000萬美金 結果這個飛機造價是2800萬美金 也就是說其中有 回扣是1200萬美金 所以我希望外交部要立即徹查 裡面有沒有人為上的貪倉王法 或者是巴拉馬的 他們採購上的一個 一個作為 還是我們有外交人員配合他們 貪倉王法 我希望外交部要立即徹查 這一部分我會了解 這個外交部的人員 我相信啊 我們人員不會做這種事情 現在人家 我會了解 人家巴拉馬的主流報紙已經登出來 裡面有價差1200萬的美金 這裡面有沒有我們 配合巴拉馬總統去做 來行通話鬼啊 有沒有貪賬王法 我們要立即徹查 我了解 而且這個是一個台灣跟巴拉馬之間 搞成了中南美洲的一個 另一個外交上的醜聞 丟臉啊 男主角竟然是我們台灣 老是搞這種飛機 把我們台灣的臉都丟光了 委員 我了解你的關心的地方 我們會了解 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證 但是馬總統信誓單單說 不搞金錢外交啊 對 就是我們目前的政策就是這樣做 這個就是金錢外交啊 這個就是支票外交啊 而且就是把錢送給人家 讓他們 為了收買總統 讓他亂搞啊 前委員不要把我們自己的原外計畫 這個把它這樣子說 因為事實上 每一個 每一個 每一個時代 每一個時期啊 都有他特殊的這個考量做法 那麼 現在的做法 我可以跟您報告 完全是朝著 這個公開透明 而且對 受援國的國際民生 人家說 這種方式 連巴拉馬他們的民意反彈都說 這個是支票外交 這個是金錢外交 但是我們還在這邊 在致遠其說 還要欺騙國人 開錢還要欺騙 這開錢還要欺騙 金錢還要欺騙 金錢還要欺騙就拆錢了 如果要花這種錢 那倒不如不花 那花到人家巴拉馬的人民不高興 我們乾脆就不要花這個錢 而且那個總統 五年一任 馬上就卸任了 花這個錢 花的不值得 還被批評 這個 我們上一次我提到的那一架直升機 跟這一架直升機 都列入它的公共產產 而且公開舉行一次 今天有人已經被國際質疑說 這裡面有回扣上的問題 有價差的落差 所以你應該去查清楚 我相信不會有 這個應該是一個誤導 一個錯誤的報告 另外我再請問你 現在這個護照 我們叫你不要漲 你就一直要漲 你一直要漲四百塊 最近有一家電影院 九十九塊的電影票 結果大排長榮 那個電影院的老闆也嚇一跳 九十九塊的促銷哪來那麼多人 結果他後來又多賠了兩百多萬 一張電影票三百塊 九十九塊 價差才兩百塊 結果那麼多人大排長榮 這表示什麼呢 堅棄真壞 兩百塊 會洗就盡量洗 所以那麼多人在排隊 你看你這個護照四百塊 每天的申辦件數 高達兩千多件 那據說從今天開始 林務局的預估還要高達一萬件以上 八千件一萬件 大家為了要省錢 我當時委員會一再要求你不要漲 但你一定要漲 現在也有人排隊排四五個小時 為了申犯一個護照 四點鐘 五、六點鐘 他就要洗四百塊 林務局也做不去 那怎麼辦 跟委員報告 有關我們行政規會的收取 護照收費的標準 是由行政院 報到立法院來備查 那麼這一部分我的了解是在本年的 九月十五日 對查立法院委員會 每一個委員會 委員會已經通過備查 請你不要漲 請你不要漲你也是要漲 對不對 本漲四百塊 這會造成今天在林務局裡面 大排長榮 那麼多人在那邊排隊要換護照 那這樣你如果一定要漲 我們也沒辦法 你現在就強勢政府 強勢外交部 那我今天 特別請上我們幾個委員提個案子 希望能在過年之前 過年前 因為過年是出國的旺季 最多人申辦護照就是在過年前 那現在林務局已經 將近七八千鎮 大家都辦不去了 這樣一個人要換護照 至少過年前不要漲好不好 農曆過年後就是三月一號你在漲好不好 跟委員報告 從去年的十二月這個決定以後啊 我們有一年的宣導期 到今年年底 現在明年那麼多在林務局裡面 大排長榮的人那麼多 這個情形 你再給兩位 你至少今天做個 做個一個一個決定 然後可以告訴這些民眾 農曆過年之前你來申辦 都還不漲價 好 還差兩三個月 我跟你報告 事實上這種情形啊 申辦護照這麼的勇急啊 跟平常我們看到媒體上面說是 這個百貨公司週年慶 那突然間就 湧日很多很多的人潮的情形一樣 這個我們都可以了解得到 這中間還有很多 其實答應延長三個月也沒有啦 過年前 OA24號是過年嘛 對不對 那我們三月一號才開始漲價 至少再給民眾一個三個月的反衝期 你趕快 民眾說要辦護照 要換護照 趕快來 不然我們就叫你不要漲就無理了 不然只要你 要求一個 反衝期還有三個月可以嗎 這樣 跟委員報告 我們會很慎重來考慮這個事情 然後適當時間來宣布 我們這兩天就會做一個決定 因為 突然間我這樣子決定 我要跟我的同事做一個 深重的考慮 我們有找幾個委員連署啦 我了解 我看到了 我希望說 你可以延長到過年前 謝謝 我相信 我相信委員這種 關心國人的這種 非常感謝 但是呢 我們會深重來考慮 人家去街頭也去街頭比較感人 好啦 我 百業消掉耶 民不聊生耶 擔責很困難耶 說實在耶 我了解 我了解 我們會深重來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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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兩三百塊 人家就這樣 這次炒四百 跟委員報告 這一部我也發現 媒體上面報導過 這個也可以讓你林務局的工作量 輸壓一下 是 我也看到媒體報導過 這個當這個大減價大特賣的時候 我希望 既然不能夠 既然不能夠不漲價 你就照我們委員會那個提案 看能不能延三個月 反衝一下 好 我們會深重來考慮 然後適當的時間 這兩天就做一個決定 另外 加拿大那個 免簽證的問題 是不是因為加拿大牛肉 帶骨的牛肉 跟要比照美國牛肉的進口 讓我們加拿大的簽證延緩下來 是不是 事實上我們跟加拿大有關免簽證 免簽證的部分 為什麼延緩下來 我記得好像7月1號 加拿大就說要讓我們免簽證 是不是 美國牛肉的問題 影響到我們的加拿大免簽證的問題 當然美國的牛肉這一部分 您也很清楚 現在在國內已經造成一個議題 相當大的一個議題 到目前都還沒有解決 那麼加拿大那一部分 他也非常了解 目前牛肉到我們國內的這個部分 他非常了解 所以這個時候 他也沒有說是一定要我們馬上開放 那我明明知道你們告訴我們說 今年就會拿到加拿大的免簽證 沒有沒有沒有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 沒有沒有 有關加拿大這一部分 他國內內部的行政處理部分 我們不去評論他 但是我們繼續努力 牛肉問題是健康問題 每一個國人的健康都不容許用任何的條件去交換 所以如果是加拿大用牛肉進口問題來威脅台灣拿到免簽證 那我看就沒 是 我看就沒了 他們不能妥協 並沒有 並沒有這種掛鉤 國人的健康 不能跟免簽證去掛鉤 了解 並沒有掛鉤的情形 跟您報告 那我們希望外交部要堅持 趕快爭取到加拿大的免簽證 但是不能用牛肉去換 一點不錯 了解 謝謝您 謝謝